2018年热播的《青工剧》《沿喜攻略》带火了一众的演员 尤其是秦来饰演的复查皇后 端庄大气心底善良 成为了很多人的白月光 谁又能想到这位白月光在15年前是环珠格格中 基本上每个女生都讨厌的芝画呢 芝画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才女 琴棋舒画样样精通 可无论她多么优秀都不能抹掉 她插足永齐和小燕子婚姻的事实 并且芝画还给永齐生了个儿子 虽然最后永齐和小燕子离开了皇宫 但是大家对于芝画的讨厌并不能因此而减少 哪怕是后来秦来饰演了白月光复查皇后 依旧无法在看芝画的时候戴上白月光绿镜 不过大家可不要被穷妖阿姨给骗了 无二个喜欢的人哪是什么小燕子呢 芝画才是她的真爱 剧中芝画无意间探寻到了肖剑和芳之行的关系 也知道了皇帝似乎是小燕子的杀父仇人 但她并未声张 而是和老佛爷合伙下了很大的一盘棋 顺利嫁给了永齐 老佛爷欲口一开 直接指了芝画 做永齐的正妻 那么小燕子的位置又往哪里放呢 好在当时皇帝的心中还是向着小燕子的 面上芝画还是会称小燕子一声姐姐 两人平起平坐 芝画也压不到小燕子头上去 可是这个局面在芝画生完孩子之后就完全变了 芝画是一位心悸颇深的女子 起初她也只是看上了永齐的地位而已 但在每天的相处中她渐渐变得贪心 许是看到了小燕子以永齐的爱情 所以她也妄图得到永齐对她的爱 后来怀上了永齐的孩子 她更是觉得自己有了资本 芝画聪明的地方在于 明明一开始她也是棋局的制造者之一 可她却让所有人都认为 她是这场棋局中的无辜者 甚至是受害者 卷进了这场关于友情 爱情和亲情的风波中来 在琼瑶的故事里 爱情比天都大 他们自然而然地觉得 芝画嫁给了不爱她的永齐 失去了获得爱情的权利和机会 这是不公平的 而这群人中就包括 对小燕子最重要的紫薇和永齐 同样也靠着这份怜悯之心 让芝画黯然得到了永齐的宠爱 甚至是一部分的心 芝画才是吴阿哥最爱的女人 五年生四子 真正的人生赢家 在还珠格格中 芝画靠着永齐的愧疚一步步上位 后来更是给永齐生下了长子免疫 免疫的满院礼上 皇上直接册封芝画为荣亲王嫡福晋 如果永齐不是和小燕子出宫的话 那么此时的芝画距离皇后之位 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然而永齐心中还是只有小燕子 怜悯不是爱情 不可能成为芝画 留住永齐一辈子的筹码 最后时机恰当之时 永齐便毫不犹豫地抛下芝画 抛下荣华富贵和小燕子出宫 可以说芝画的人生是悲剧 她注定要成为爱情里的牺牲品 但是在历史上 芝画才是最大的赢家 因为她才是永齐的真爱 而芝画的原型就是永齐的侧附近 锁绰罗氏 永齐可以说乾隆最出名的皇子 不仅仅是因为火遍大江南北的环珠格格 更是因为永齐自身的优秀 他博学多才 精通满门汉三种语言 善骑射恪守孝导 是乾隆最喜欢和最看重的儿子 年仅24岁便被封为了和硕荣亲王 然而不幸的是 第二年永齐便因复古居去世了 正可谓天度英才 如果不是因为英年早逝的话 永齐日后一定会是皇帝 这样的结局 着实让人感到惋惜 历史上永齐一共有三位妻妻 迪弗近是大学士厄尔泰的孙女 西林绝罗氏 侧弗近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织化的原型索绰罗氏 此外 还有一位姓胡的格格 就是如意转中胡云巧的历史原型 别看永齐只活了短短的25年 但他这一生共育有六子一女 光侧弗近索绰罗氏一人 就生下了四个儿子 古代女子是否受宠 全凭他的子嗣来决定 而索绰罗氏五年生四子 可见永齐必定是日日留宿 他的房中了 说是永齐最爱的人 也不为过吧 毕竟在永齐短短的25年中 除去他长大成人的15年 余下十年的时间 有一半都交给了索绰罗氏 如果不是永齐走得太早 那么永齐继位之后 索绰罗氏凭借永齐对他的宠爱 怎么着也得是个贵妃吧 永齐的真爱是知话 生下永齐唯一存活的孩子 索绰罗氏虽然是内务府包一出身 但他的家世并不普通 索绰罗氏这个家族 素来以科举闻名于世 家族中高官辈出 索绰罗氏的父亲叫关宝 是乾隆殷四年的进士 被授予汉林院编修的职位 虽然也曾被罢官过 但是又被重新启用 最终官至左都御史 不过即使索绰罗氏的家世不错 但是由于带有包一的标签 所以他需要参加宫女选秀 乾隆二十年左右 索绰罗氏也参加宫女选秀 入选后被分到了五阿哥身边 五阿哥本身就是众多皇子中 最优秀的一个 堪称文武双全 索绰罗氏又来自科举世家 必定也是文笔不凡 在这方面 想必和五阿哥还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 在嫁给永齐之后 索绰罗氏一直非常受宠 他一共为永齐生育了四个儿子 其中一对还是双胞胎 分别是永齐的第四子和第五子 只可惜第四子出生不久 变腰折了 只有第五子免疫活了下来 就在免疫出生的第二年 永齐被封为和朔荣亲王 但在册封荣亲王的第二年 就因为复古居去世了 作为乾隆最鼠疫的继承人 永齐去世 让乾隆大受打击 不过免疫好歹 还是给乾隆一点安慰的 他完美继承了父亲的优良基因 从小聪明机敏 长相也酷似永齐 乾隆爱屋及乌 非常疼爱这个孙子 还把他接到了上书房 和其他皇子们一起念书 免疫长大之后 乾隆更是将其封为贝勒 家庆继位后 也授予免疫 郡王之位 对他颇为照顾 家庆也极为看重这个侄子 免疫虽然从小体弱多病 但对比他的父亲永齐 寿命可是长了不少 一直活到了家庆二十年才去世 中年五十一岁 视为伦克郡王 所以说免疫的这一生 过得十分顺遂 也许对他来说 唯一遗憾的地方 大概就是从未享受过父爱 也从未得到过父亲的教导吧 没想到环珠格格中 用尽手段才怀上永齐孩子的织话 才是永齐真正的爱人 所以说大家在看剧的时候 也就当一个全新的故事看看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了